带他上他姥姥家 早上来推 感冒又好了 正好三天一感冒 这回我说是 你要你的注意 一辈子也不让他感冒 爸,你不要该出门 爸妈太平 好好好 怎么能等你爸爸了 你爸爸在这儿 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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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蹬满下了 是不是 爸爸,你上那边坐蹬着去 背着他就倒黑 让太太的无法无天 你昨天不是这样 表现可好了 爸爸一直也无法无天 不能蹬老爷 姥姥的 舅伯 你动脏了让你妈携拾 你爸携 你携 真好 酒饱洗吧 好不好 真好 好好的 今天不懂事了 今天调皮了 妈妈还有个小哥哥等着呢 但是烧好 怎么没黑了 哈哈哈 疼 疼 你吃着疼了 现在还疼吗?不疼了吧? 一家块儿也不吃 稍微碰一下就疼 小熟磕的你啊 好好的啊 疼 疼什么疼?束缚了 小朋友 哪一扎疼哪一扎不疼了 有说的 不就那一扎两扎吗? 结局又不疼了吗? 嗯 你说是不是? 你太聪明了 你是在那看玩笑 觉得挺好玩的 别这样子 你得劲吗? 你就这么疼 你看看钟表在哪里啊? 在这儿了 你都看手表了 爸爸手表了 你看几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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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子 你知道几点了吗? 知道吗? 你手指甲又该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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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我说你这手指甲 她手指甲头发粗 发宽 也是 长得可快了 长得快不要剪啊 有的小孩的妈妈来说 我这小孩没受过毛病 你给我看看手指甲 你看手指甲都得大是不是? 对 我说这不是毛病 你给她剪 自己拿剪的 剪平了 剪得太平了也不行 剪平了以后它光长宽不长长 手指度是宽的 剪得少留点,不能留一脚 小孩子一般都是留着的根 白脚那么厉害 阿姨说了啊 不停好,阿姨带上他家给哥哥做伴 你要是不听话,就把里面走了 带他家去给哥哥做伴 好好做好,不能这么做 听话 就给阿姨叫妈妈了 带他家去给哥哥做伴 你是弟弟,他是哥哥,多好 行吗?去吗? 去不去啊 去不去 不去 怎么不去啊 怎么不去啊 不去呢 还得找妈妈 还得找爸爸 嗯 嗯 嗯 那人说了就溜 所以他也还说怎么说不清 老师给爸爸妈妈都好使 好使 那一天都不用老师 现在不认识人一宿 不认识啊 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小孩就自我家 你这个老师你也管不了 这外人关系 昨天二伯回家 我给盛盛饭吃饭 我说老婆快吃 吃完了给盛盛了 我再给盛一点吧 老师说了 你不听话 我说我怎么不听话 我还没吃馍了 老师说吃馍了再盛 吃馍了再盛 我说好啊 细酒慢咽本业着 我说宝宝在那天上 一路里玩 学不说东西了 姥姥吃完饭给你尝小兔子 好 好 好 叫他秀 他上哪个幼儿园 不知道他妈送他幼儿园 我听着还是他哥哥上的幼儿园 嗯 吃完饭以后 他哥哥玩了还有饭 他哥哥说 姥姥我不吃了 我说不行 你玩了还有饭 他一瞅 不行 老师说了 吃得干净的 里头没油才喂嘴 你那不行 你又有饭 有米 老师你管得好 我说宝宝 零天就剩饭 饭完了剩那么多 都到了 这回上幼儿园好了 杨成喜欢了 吃午 老师说不听话 不是好孩子 对啊 不听话 哥哥你不是好孩子 哥哥说什么 二宝你傻呀 傻呀 我说二宝怎么傻了 怎么那么听老师的话 哎呀 我说 你这孩子要是不听老师的话 就彻底的完蛋 对 不听老师话 老师做了些 打帕来边 他都不知道 我说你才是彪子了 我怎么彪子了 你不听老师的话 你随便 老师教的都是好事 让你成才 你也不成才怎么办 哎呀 老师还别夸我了 我说老师 你用什么夸你 我学习好 我说学习好 不正于你也好 正于老师教的好 我也不聪明 彪子 他能咬好了 我学习真能咬 哥哥长大了 不能咬 阿姨来了啊 叫他笑的 大了不好 老师教他都咬嘴了 我说你长本事了 男生小的书老师救你这么多 你这么多 再给你找本事了 哭哭哭 哭哭哭 喂你好 光电话 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 这电话 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